是啦就第三劑疫苗打起来 好我们看到高端 高端发新闻稿就有特别提到了 就是不管呢 前两剂施打高端或者AZ疫苗 针对第三针是高端的部分 是可以增加中和抗体的浓度 进而提升对Omicron的变异株的保护力 好那我不知道社交带什么风向 但是我也很多疑惑 我还是希望高端可以帮我解答 就是当时说好的 二期解盲结果呢 不是去年的10月吗 那现在在哪里呢 还有混打报告 去年不是也是如火如荼吗 现在在哪里呢 我们都没看到 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答案 还是这个答案永远不会出来 不过来看到 这是台湾民营基金会 所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 就是当我们看到在1月15号那天 蔡英文总统接种第三季高端 有没有带头的作用 会因此而打高端的人 我觉得极低 会的人只有17% 那有72.8%的人是不会的 那尤老师呢下了一个结论 他说由此可见蔡英文的示范效果不佳 好那就是因为示范效果不佳 所以呢现在高端自己发新闻稿 就是等同是告诉你 我们的保护力很不错哦 第一个我觉得做大内宣是一回事 可是你遇到防疫遇到病毒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硬碰硬来比谁的这个真材实料你的疫苗到底有没有通过测试 他的成效什么怎么样 你都给民众一个完整的交代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民党会做大内宣没有错 可是遇到了疫苗跟民众自己身体切身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这时候民众就会非常严肃的来思考 我们会想一下在去年在做EUA的时候 那时候呢大家充满了疫苗 因为就是没有过二期的这个期中的报告嘛 那请问现在高端你做了没有 第二个当时在开审查会议的时候 很多专家叫做有条件通过 那请问一下这些所谓的有条件 你现在到底追踪了没有 那民众很关心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像美国一样 在亚务这个审查EUA的过程里面 公开透明哪一个专家讲了什么话 他做什么样的表态 都像美国一样在视讯上面公开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可以追溯可以考核可以追踪 我们做了没有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做的话 也难怪民众他会充满了疑虑 所以蔡英文再怎么做大内宣 再怎么打高端 我相信对于这个高端的打气 都是只能够有非常些微的一些帮助 因为民众还是很明智 这第一个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现在的氛围已经不像去年一样 为什么 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这个第二季的覆盖率 已经超过七成以上了 那这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这代表 因为我们已经有基本的一个 这个群体民意的作用 这代表我们的政府 其实在现在可以更理性的 更务实的 更踏实的来做好一些防疫的工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底子已经打好了嘛 对不对 算这个第三季还在加强中 但是比去年我们已经有一个底子 所以这时候 我们更应该把去年没有做好的事情 就好好的做好 那不管是现在 到底你政府要采取所谓的与病毒共存 还是要清零 都OK 这是尊重你专业的决定 但是我想说的是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疫苗的覆盖率 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所以你政府可以更客观 更理性的 依照专业来做判断 而不要依照这个政治来做判断 那最后一个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事情 我们其实可以有落后则优势 大家可以一听觉得不太清楚 为什么 我们很多的事情其实现在做的不好没有关系 但是很多其他世界的国家 因为他们遭受了Omicron 一些比较这个比较危急的这个状况 他们都有所谓的前车之鉴 那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就学那些国家的教训就好了嘛 我们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学那些国家所遇到的客厅 我们当一个落后者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学习其他人的前车之鉴 所以我们还会有所谓的落后者优势 差别就在于如果你现在还是要这个意识形态 还是要做政治防疫 还是要这个帮高端去做一些这种 这个不切实际的这样的宣传话 我觉得这就浪费了其他国家有这么多的经验 你没有去好好学习 这真的是太浪费了 好 不过那现在政府呢 是处心积虑的营造出这个高端很抢手啦 那甚至呢还有很多人在哀嚎说 台北市怎么达不到高端 那台北市呢现在就好了加开这个注射站 而且1月23号这一天台北荣总呢 就开了5000多剂的高端疫苗等你来打 结果也只来3000多人也没打完啊 那可是我们来看到这个是 指挥中心给的疫苗预约平台 这是最近的第20期的预约状况 那之前我们看到高端有一次的预约率 高达97%对不对 可是他调出来的这个其实他的量 他的数字呢其实才2万多剂 那这一次的很清楚 BNT预约率76% 莫德纳是百分百 高端是66%也蛮高的 可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个量能这个数字 高端就是10万多嘛 那莫德纳35万 那BNT有72万 所以这个说真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数字的艺术 就是一种政治统计 反正民党你会玩这一块啦 要不然你所以你回过头来 你如果你去看那个限制量能那个 计量数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高端跟莫德纳 还有BNT差别是天差地远看一下 这个要评论什么 你把数字放在那边就可以了 BNT预约数556701G 莫德纳35万 而且35万是因为他只有35万 对他全部打完 然后高端是69万 6万9379G 他这数字摆来面前 不是就已经讲完了吗 可是我跟你讲 他之前他知识预约率就告诉你很高 之前他知识的97% 这个资讯 上一期啦 上一期 这个资讯只对谁重要 这个资讯只对周遇寇重要 因为他说打不到 那我们现在要赶快告诉他 因为大家我们没有要打 你又没有要去预约 都关我们屁事啊 我不可以啊 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告诉寇寇姐 是其实打得到的哦 那你那个手机啊 你如果不会用 要找人交好不好 那个预约系统进去有三格 第一格是查询你这个年纪 你几岁 你哪一天可以开始预约 第二格才是点进去之后 会预约在哪个诊所 然后你要打哪一个疫苗 那所以你那天在那边 罵了陈时中15分钟 是因为你点到第一格 他就只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预约 所以你没有办法预约 是因为你没有点第二格 那没关系 陈时中说带他去打 他会带寇姐去打 应该是吧 因为陈时中昨天讲说 他老婆跟他小孩要去打的时候 他都拒绝了 他说我要开记者会 他可能等着要跟寇寇姐一起去打 且收线的东西打高端吧 那我们就祝福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左边这个游老师讲的蛮好笑 说蔡英文 然后呢 这个接种高端 然后呢示范效果不佳 我觉得从两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来讲说 我觉得民众其实大家都是 都不是笨蛋嘛 都不是笨蛋嘛 第一个就算 我觉得先高端一路走来 他应该民众的资料就是这样子 不管你怎么遮掩 他到现在二期没解盲 他什么数字都跟你讲说 我们预期怎么样什么什么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是因为这些资讯是拿不出手的 你说 你没有 说不出来该讲什么 就开始讲一些胡言乱引的话 什么哎呀 佛祖疫苗 哇 在高端面前就像 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这个独礼专家讲的 佛祖疫苗这种话都讲得出口啊 就讲这些 所以民众自己心中有一把尺嘛 而且大家也会评估自己的风险 今天赖清德 蔡英文打了高端 然后不幸染疫了 他得到的医疗照顾 你呢 你享受得到吗 所以大家不会这么二百五的 觉得说哎呀 那我也去打高端 除非死忠的 蔡英文自己认证 这是一个 而且再来 蔡英文打高端三级 是一个示范作用的话 现在有一个活生生的反例 叫做赖清德 他老兄现在飞到美国去了 纽约进不去 饭店出不来 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你打高端你到美国去 给你外交泡泡给你礼遇就是这样啊 你要去哪里恐怕也没有办法 不然美国岂不是扳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己忽自己的巴掌呢 所以我觉得 我就讨论高端 我甚至都觉得已经 他的股价还是涨 还是漂亮的 他就是炒股嘛 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怎么样呢 我都已经觉得本来很好笑 现在都不好笑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对大家 大家 好不好 如果过年的时候 黄耀明打麻将 你疫苗打了没 哎呦 高端三级打好打满啊 那那个 就不好意思我可能有事哦 那个赶天再约好了 不是 然后他就他就喊一个 碰 哈哈哈哈 碰 然后 三个高端 碰 对 差不多是这样子 差不多 就过年期间 就是把自己照顾好 OK 高端仔就是大家好不好 电话拜年 悠闲 OK